部長再追問一題 就北市長柯文哲4號的時候 有批評高端的EUA 違反醫學倫理 質疑緊急授權的正當性 還反問為什麼台灣 沒有疫苗可以打 是誰讓台灣人沒有選擇 甚至他還拿昨天部長您說的話來回應 他講說這樣問法會不會不太健康 指揮官怎麼回應 謝謝 不太健康跟 他說他這樣的問法會不太 健康 是有一點 那 那但是就是說 其實這個情況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就是說我們也是很努力的去買 那到貨的數量也是就是會根據進貨的時程 來安排 怎麼樣施打 那中央的 中央的這樣的一個痛苦 跟地方的痛苦 其實是一樣的 地方痛苦就是說 中央到底要每一次下來 多少 他沒有辦法完全的掌握 那我們也是一樣 我們這邊就在國外要進來 多少 那我們也是很難掌握 那我們都希望說越快越好 能夠有到了就趕快打 有到了就趕快打 那地方 也是一樣 那所以我前兩天跟大家報告 就以後在這個 預約完之後 我們以後就第二天預約一停 我們第二天 就馬上要來打 那所以我們就必然要有一個預估的 數目 因為那時候預約的平台 我們沒有辦法完全掌握 到底各個地方預約了多少 所以就可能會分一批下去 分兩批下去 分三批下去 那地方政府覺得這樣子很沒有信心 因為他也跟我們一樣 我們當國外疫苗沒有進來 的時候 有時候就講說 下禮拜要進來 我們也不敢 立刻把他排入 我們可能要施打的一個 情況 那地方也有這樣的一個情形 所以我們避免這樣中央地方在上面 就是有這些見解不同的地方 所以我前兩天跟大家報告 那未來我們可能在預約完成之後 那可能隔個兩天才開始來打 那這樣就能夠把這個每一個地方預約的技術 的技次啦 可以算得很清楚 然後照著這個量確實一次就發下去 免得大家講說 第一批來了 第二批會不會來 第一批來 書母好像我這 有要打10萬劑 你只配下來5萬劑 那我5萬劑 怎麼辦 那5萬劑是不是要把預約要停下來 產生諸多的一些誤會 所以我們才講說 那不如我們把它算清楚了 那一次把它發下去 那地方也會很有信心 照著預約的平臺這樣去打 所以大概會這樣子 所以大家都遇到的困難 是一樣的啦 所以大家還是要一起來努力